8月21號 90歲的蔣宗曹因癌症去世 蔣宗曹是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秘書 鮑童的妻子 也是中國著名翻譯家 在8月25號的早上 鮑童在他的推特上發文說 這麼大的一個告別廳 只准30人入內 減去機關的14人 而宣5人不可以阻 親戚只有11位能進入 朋友是負數 對挽亂進行性命審查 命人只許處姓 不准處名 鮑童表示 這個是昨晚通知的 今天不知變不變 他蓋坦嚴防死守 大概是治國理政的新規定 在24號 北京資深傳媒人高瑜發推特說 蔣宗曹女士為體告別式明天上午舉行 今晚10點警察已經站綱 阻止我明天參加告別式 對蔣宗曹去世 海內外的民運圈人士 紛紛表示哀悼 高瑜、黃丹、何青年等人 分別向鮑家致哀 鮑童1989年 因六四而入獄七年 於1996年離開監獄 居住在北京的鮑童 上年被嚴密監視 個人活動受到嚴格的限制 每到敏感的日子 爆童就會被禁言